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这一期呢是有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藏盒 它呢是来自于我们Tinty的一个公司 然后里面的东西呢就是所有的小玩具都是根据我们的浴室 浴缸的一个惊喜礼盒制作而成 然后这是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同时呢在我们的惊喜礼盒呢里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 适合于我们小朋友呢是边洗澡边泡浴缸 然后边可以玩我们这个惊喜礼盒里面的一个玩具 整个礼盒呢是制作了就像一个我们深海的一个宝藏 然后旁边呢是甚至还感觉着就画了像一个这样的一个绳索 在这里旁边 然后旁边呢还画着我们这两个Tinty的一个小章鱼 然后感觉到两边呢是非常的包装精良 然后上面呢你可以写着你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宝藏呢是属于你的什么什么什么 是属于一个我们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名字可以写上去 然后在旁边呢就可以有一个这样开锁的这么一个设计 打开了之后呢可以看到里面是有我们非常多一个小礼品在这里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里面是有什么呢 哇哦我们这里是有三个这样可以拿来画画的一个香皂 然后它是叫Mazalf Mazalf呢就是我们既可以拿来画画 又可以拿来给我们小朋友呢在洗澡的时候 去给他做一个清理的这么一个香皂 或者是一个浴液 然后这个Mazalf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画画香皂呢 你可以在边画的时候 就是画在我们身上 你可以给他边洗的时候边画一个小图案出来 也是非常有意思 然后旁边呢还有我们这样一个ZOOSEY PEARLEN ZOOSEY PEARLEN呢里面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我们这种浴缸的这种小豆豆 小珍珠豆 然后它可以让我们浴缸里面的水呢变成非常深的一个橘红色 也是非常有意思 然后几粒小珍珠豆呢 就可以让我们整缸浴室的水呢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橘红色 然后这个呢是最好是不要放在嘴巴里面去吃 尤其这个碗碗的这个水 但是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呢 在泡鱼缸的时候进行一个清理 也就是说它还有一个清理的一个功效 然后清理的一个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呢 就是在泡鱼缸的时候 泡鱼室泡鱼缸的时候 然后身上的这些脏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去给它洗掉 嗯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呢 非常有意思 等会我们之后呢 会给大家再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 然后啊 我们这里还有一包这样的浴缸珍珠豆 然后这个呢是Tipsy Palem Tipsy Palem呢 应该是有不同的一个颜色 刚刚我们是Zutzy Palem 然后这Tipsy Palem呢 应该是我们一个深海的一个 深海蓝的一个颜色 深海蓝的颜色的功能呢 是一个相似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在那边 看看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Badizats 也就是我们的预言 我们的预言呢 这里是有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的 这个小章鱼的一个造型在上面 然后这个预言呢 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呢 清洗得更加干净 然后里面是有两种 不同的预言在里面 有一种呢是这种像金状体 另外一种呢是我们的一粒一粒粉状 但用起来呢都是一样的 非常有意思 然后这里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小包包 在这里可以看这是什么 What's about a flower 然后这个是浴缸粉 你可以用这个粉呢 把我们浴缸里面水里面的颜色 给它进行一个变色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两包黄色 两包蓝色 两包绿色和两包西瓜红 诶怎么是一包西瓜红呢 里面还有没有 嗯没有了 看看这里面是什么 这是Bud Orphan Fetty 然后可以让它在我们玩的时候 在泡浴室的时候呢 也可以拿来玩 然后可以把它泡到水里面 具体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里我还没有试过 如果有感兴趣的小朋友呢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喜欢哪一种 然后最想让我们做哪一种 然后最后这是我们最后这一包 这是Knitz Eiffel Knitz Eiffel呢 就是一种就是 橡皮泥养彩泥一样的 这种香皂 就是彩泥香皂 这种香皂呢 是非常柔软 然后你可以在用的时候呢 就像橡皮泥一样 把它捏成不同的一个形状 然后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在做的时候呢 用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在我们浴室 在边用边玩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手边 然后进行一个玩耍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在我们泡浴室洗澡的时候呢 同时开发我们的创造里 和我们的想象里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包装里面呢 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小玩意儿 小玩具 然后很多东西呢 我都是自己还没有试验过 这一期呢 是先给大家这样做一个拆枪的视频 看看里面有哪些的好玩的好玩意儿 然后下一期呢 可以根据大家的留言 然后根据小朋友们 你们对哪个游戏呢 是感兴趣 我们在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 针对性的一个视频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期的视频呢 如果你对这些浴缸浴室里面的这些玩具 这个惊喜礼盒感兴趣的话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向上赞 以及呢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 每周最新出售的视频呢 你都可以及时的观看到 在视频的下方 欢迎你能够留下你的宝贵的留言 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